吃完老孙一半 去治治 太多了 我说话不够温柔 我要吃泡面 No No way 妈给我睡个平宫嘛 所以我到底是什么去打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芸汐 今天呢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在B站的粉丝 已经达到了33.7万 那我今天呢就来 做一个30万粉丝的福利吧 我来读一读 大家在我的这个B站下面 的一些评论 但其实我在读评论之前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这个30万粉丝 到底算不算多吗 还可以再努力努力是吧 那第一个评论呢 是有关于视频音量的热评 他这么说的 不会吧不会吧 还有人点进 罗云西UP主的视频前 不知道把音量调低吗 嗯 冷清的脸炸弹似的嗓门 这 这是 怎么个意思呀 我觉得我说话还是挺温柔的 是吧 那这有什么意思啊 还有 好难啊 他怎么突然不唱了呢 谁给我的牌啊 这怎么办啊 红楼梦的长相 水浒转的嗓门 西游记的性格 咱就是说啊 红楼梦的长相 水浒转的嗓门 这个我都能理解 那西游记的性格是什么意思啊 吃俺老孙一棒 我都能理解 我都能理解 我已经说了 我一直在做 我一直在做 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样的内容 好吧 请在这期视频下面回复我 哥哥身为一个四川人 敢不敢挑战这个 嘞嘞发音的绕口令 看着脑袋都大 我试试啊 牛奶奶找牛奶奶买榴莲牛奶 牛奶奶给牛奶奶拿榴莲牛奶 牛奶奶说牛奶奶的榴莲牛奶 不如牛奶奶的榴莲牛奶 不行是真的有 不行 这样吧 我用四川话给你们说一下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四川人会觉得难了 牛奶奶找牛奶 卖牛奶牛奶 牛奶奶给牛奶奶 牛奶牛奶 牛奶奶说牛奶奶 牛奶奶不说牛奶奶 牛奶奶说牛奶奶 牛奶奶说牛奶奶 牛奶奶会牛奶 牛奶奶听见了大妈 牛奶奶 你那牛奶牛奶才会牛奶 不行 四川话也不行 天子把死 第三个大类是 视频下面无数的土味情话大比拼 博云熙对不起 瞒了你这么久 其实我不是人类 我是海边的一种贝壳 我的名字叫做 我是你的宝贝 七夕你是意大利和中国混血吗 不然你怎么那么像我的意中人 哎呀 这都是谁发明的呀 西照镜子会被自己摔到吗 我不告诉你 你猜呀 哦 四 来自事业粉的提问 西西 如果让你从你和你演过的角色中选出五个人来组一个英雄联盟战队都选谁 我想想啊 这个有意思 武力值高的我想想有谁 润玉 润玉应该像是一个上单选手 打野的话一定要有全局的判断 那么统筹能力非常强的人的话我会选 选周小山 周小山可 周小山真的还是挺能够这个拔控全局的 挺有那种打野的这种气魄 法师角色的话 擅长远距离作战的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角色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但其实他还蛮适合的 你们应该都知道 ATC我本人因为我也特别擅长打ATC 辅助的话 袁帅吧 反正混你就在那混嘛 你把我辅助好了就好了 恐怖游戏下面的热评 佳慧漂亮吗 咱请避开佳慧这个话题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 他跑 他追 他插翅难飞 这是罗云熙和佳慧的双向分子 no no way 你不要过来啊 玩游戏到崩溃时的评论 他猛烈敲打桌子的时候 弹幕温润如意 笑得我打鸡 要打鸣 我什么时候猛烈的敲打桌子啊 好吧 没毛病 吃螺丝粉那期的评论 罗云熙让螺丝粉看他吃螺丝粉 啥玩意 等一下我再捋一捋 你们是馋到了吗 来自音乐粉的提问 锡哥作为麦爸 最近唱了什么歌呀 可以唱两句吗 哇太多了 刚刚还说我要做一期 现场K歌的视频 有人不是说想我了吗 那我就唱个这个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恨你爱的歌会痛 看你的心会痛 连沉默也痛 满足你了哈 这个是今日的特别福利 第九个 花式夸赞评论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区的UP主 所以我到底是什么区的UP主 我是全能区的UP主 翻车区也有一些质地 翻车区 就翻车区的常客了 不是我吹牛 以后他老了得注意点 千万别去公园看人下象棋 会忍不住在旁边开始解说 然后被赶出去 不会的 他老了肯定是广场舞 灵域没困看人下象棋 跳广场舞怎么了 我觉得跳广场舞挺好的 跳广场舞是咱们国家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弘扬的一个 事情 对吧 跳广场舞别看不起跳广场舞 现在不会跳广场舞 人家说你不够时尚 关于北京冬奥的评论 你有没有冰墩墩 我有 咋的 芸汐 你有什么喜欢的冰雪项目呀 想看我滑雪 说实话 我以前差一点就去学滑冰了 然后因为当时在成都好像只有汉冰 所以就没有去学滑冰 如果当初真的学了滑冰了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花样滑冰界的中国的翘楚 真的一念之差呀 某个阶段的某一个决定可能会影响你将来人生的很长一段路 甚至是改变你整个人生 一定要慎重的做每一个决定 每一期都有很多人呼唤低神的 低神要重出江湖了嘛 低神你还复出嘛 所以低神你到底回不回来啊 你这复兴汉 哈哈哈哈金 一致游戏区 希望UP直播游戏的人数 哎呦 咱就是说啊 你们老在这说低神低神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低神当初都做过哪些事情 哪些丰功伟绩啊 现在还留在禁阅团界的那些玩家都知道低神是谁 而且都知道低神的作品有哪些 不信你们去查一查 低神真的是响当当的一个名号 我可以预告一下 下一期我是会重新时尚这个音游 去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但是我玩的不是禁阅团 我玩的是DJ Max 大家期待一下吧 刚刚读了这么多评论哈 我觉得大家的留言也都非常的可爱 也都非常的亲切 那除了这些短评呢 也有很多粉丝写了很长的留言 有些呢是讲了自己的故事 有些呢是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们很多力量等等等等 那么还有很多粉丝对于我未来的计划也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希望我可以稍微的透露一下 我觉得如果大家看了我B站的这个视频 觉得能够开心 能够有感受到一些正向的能量 我觉得自己就非常的开心了 那将来的一些打算的话 当然还是以自我充实为主 我觉得不管我做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自己强大了 那么不管你做什么的时候 你其实都有一颗扎实的心态 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当你拥有足够大的知识储备 以及你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 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再去放眼看你身边遇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 你是不是就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 你其实都能够迎刃而起 所以不断地学习吧少年们 我们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不断地充实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 好吧 那就这样子了 又说了这么多 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好吧 我现在毕竟是一个30万粉丝 不多不少的一个up主 希望我们再努力努力 然后让大家再蹭蹭蹭地往上找 请记得一键三连好不好 拜拜 拜拜